哭藤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夏 断肠人在 西班牙 这个 给您说几句电子定场诗 这个 接着给您说这段聊斋的字幕 叫鸭头 这个我这鸭头啊 比较长 因为我听过有这么几个版本的 有郭老师说的 郭老师说这鸭头呢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然后岳郭老师 我们关系也不错 岳郭老师说这个呢 得得六本 就将近五六个小时吧 还有短的有长的 因为也是看前面啊 这个头场二场呢 说多张时间 头场二场说的时间 如果长了 他就说的短一点 就在重文 重文书馆 然后呢 我上回说了鸭头 是一跟二 这两回 广播星期里呢 是二对 二对揣 揣贺 揣贺熊 揣贺熊 说的鸭头 他可能是说了两回吧 一回 一回两回 可能是我听的 我听的这个一回啊 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后边也就有一回的量 能够表述了 我这个这个稍微的长一点 因为这个书啊 这个有书则长 无书则短 这部鸭头呢 在这个聊斋里边一共是将近四百多篇 浦松林老先生 尤其对这鸭头写的是非常的好 里边人情世故 故事情节非常的曲折 非常的动人 有真有假 有鬼有胡 这里边呢 给您说的呢 我说的我也喜欢说 听了尽量给大家表述好 如果哪表述不好呢 请大家多多的原谅啊 多多自我批评 这里边呢 上回书呢 这个隔了有那么将近三个星期了 这话不多表 可是把前面这个丫头 这个一篇跟二篇 给大家呢 薛薇的占有一点时间 给表述一点 说的是山东青州府辽城县 有个书生儒生叫王文 这个王文呢 自幼丧父 跟着叔父沈母一块过日子 叔父对他还不错 沈母对他的薛薇的差一点 他这个不上班 也不下地 平常呢 就在家里边读这个八股文章 学一学这个学问 做学问 可是呢 这个学生呢 属于消费阶级 他不能挣钱 所以沈母看着他 眼中钉肉中刺一样 想了一个主意 进京赶好 这沈母给拿了二十两文银 你拿这去 还得卖 还卖 你不能这个 不能那个 不能怎么着 给这二十两文银 拿在手里边 王文这眼泪就掉出来了 叔父劝他 别哭 不要紧的 叔父我这么大岁数了 就是一把老骨头 我给你借借 借了银子 给他凑了八十两文银 一百两 进京赶口 头走的时候呢 又给找了一个书生 小书徒 这小书徒也是王家的呀 属于当家的一个小孩 叫王生 小生子 这两个主仆二人 一个骑着驴 一个担着书香 进京赶口 走了半路上 这个碰见了这个 住一个店里边碰了一个僵尸 这死尸啊 就跟这王文呢 就干上了 他在投了保 这僵尸在后边追他 追来追去 他跑出去了 这僵尸没赶上 在一个村庄镇店里边碰了一个好朋友 这好朋友啊 也是他老家山东青州府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阔绰的这么一大财主 这大财主叫赵东楼 站着房子躺着地 您说他家里边家称人质 是地主 他把这地主啊 还得高上一个阶级的 家里有地 外边有买卖 而且呢 有点小功名 是拿钱呢 花银子运动来的 赵东楼一拍肩膀 这王文回头定睛一看 呦 俩人四目相对 他看你 你看他 一看 王文呢 可没认出来是赵东楼 赵东楼认出 这就是王文 为什么呀 这是王文 今年二十一岁 在家的时候呢 十三四岁 十四五岁的时候 王文就能体现出来 是个大财子 内秀 孩子不爱说话 赵东楼呢 特别有钱 把家里这些的 像什么有文化的人呢 有地位的人呢 叫在家里边 就是谈一谈 聊一聊天 坐着对子 写些文章 唯独这王文 跟别的人不一样 别人写完的吹嘘 你看我这对子 风吹水面层层浪 雨打沙滩半点坑 你看咱这 这东西多格局 尤其是人家王文 王文写出的对子 山羊上山 山蹦山羊 水牛下水 水墨上 这都会 而且王文写完了 搁在这 大家一看 按照大致 人家这个学问做的 真好 有头有尾 上下忽悠 可是那王文呢 不夸自己的学问 低下头来不言语 赵东罗一看 这孩子清高 你看人家 做完学问 一提头不言语了 您才能够这些呗 吹嘘的 南山大虎 西山套廊的 这个就没有意思 人家王文这学问 又大 孩子又 又岁数又小 又老实 所以呢 一来二去 对这王文呢 产生了好的 好感 每天 叫这王文 到他们家中 吟诗 达聚 喝酒 下棋 尤其是赵东楼 爱下棋 跟这个 王文俩下棋 他这个棋 没法跟这个 王文比 王文人家 那个内秀 人家下棋 不说话 这赵东楼不行 他得说 连说再比 就是文棋 跟武棋 这不说话 下棋 走 你来你往的 这叫文棋 他得炸 你上来 他得拿这马 当头炮 打声喊 当头炮 骑马 出狱 简简单的说 一分钟下了 五十七盘 您就说 那棋得多臭了 弄得这王文呢 都鼓务也跟他下了 到后来呢 这王文呢 岁数比天 岁数大了 就感觉的 我家里边 有叔父神母 虽然说 不是我亲生 饲养的爹娘 可是对我呢 相当的不错 我每天都让人家家里边 吃啊喝呀玩啊 如果被别人知道了 串闲话的 到我叔父神母那一说 你看看你们这孩子 养这么大了 到人家不回来 每天在人家吃喝的 对你名声呢 有爱 怕这个叔父神母啊 多想 哎 慢慢的 疏远这赵东楼 他就不去 哥们两三年 没有见过这个赵东楼 可是赵东楼 对他十分的想念 这一天在外边 碰见赵东楼了 二人交谈交谈 您这干什么的呀 我这个在这做买卖 正是收账来了 你呢 我进京赶考 这是哪啊 这是离北京城不远的 通州 哦 通州 这可好 你呀 跟着我走 我带你去 我这儿有个宅子 哦 您有个宅子 那可等一会儿 我呀 还有书生 小生子 还在店房里呢 我的东西都在那儿 叫着小生子 拉着驴台的东西 跟着赵东楼 来到赵东楼这个宅子 咱们书工案表 上回书也说了 这宅子呀 不是他自己的 他包起来的 要按现代的说是烟花柳巷青楼 就是位于咱们北京的有名的八个胡同 这是好地方 各位 有时间咱们多转转 文化古迹 这个到那儿呢 一进门 出了一个管家 你看 哦 这个赵远迈 您回来了 我回来了 咱们里边请吧 拉着这个王门往里走 这王门可不敢进去 为什么不敢进去呢 当年这个社会非常的封建 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而且呢 他小小的儒生啊 他有一丁点功名 按现在来说是高中生 那会儿的高中生 比现在的大学生 还要高多少级 他心里边想 这我不能去 烟花柳巷青楼 我去了到那儿 万一要碰您同僚同行 这一看 这是赶考的举子 一看这书生器 如果到考场那儿 禀报这些老师 不让我进这考场 这是一 二一个呢 我这个 我这学问在这儿呢 我到这儿来游摸 我这学生的身份 哎呀 我不想进去 可是赵公楼呢 对他是格外的同爱 胸得长胸得短 拿他没有当这个 说家里边的咱们朋友 不是内地 来说介绍 这是内地 这就是我的亲兄弟一样 到这儿来了 来虽然说他进京赶考 可是呢 跟我的亲生骨肉一样 我们就是兄弟哥俩 他应当应份吃我 应当应份 我就带他来住我这儿 赵公楼设个心 趁钱 三拉两拽 就把那王文 拽到这屋里来了 到屋里边的 一看他 屋里坐了一大姑娘 这大姑娘长得 肩下痕 刮子脸 别提那么好 好看了 大眼睛 个儿不高 嘿 这大姑娘长得 嘿 真有点意思 长得是又狗不又丢丢 这母娘 这个 这个王文呢 偷眼光看了一眼 就一低头 脸一红 那个社会封建 看个大姑娘 跟现在似的 你瞧他 他瞧我 四五相对 脸儿盯了二十七个钟头 我 这都盯臭招了 苍蝇了这都 那年代 稍微的一挡 拿这手一挡 我那么一瞧 列宇这低头 这还得说是小伙子 这大姑娘 人头儿不敢抬 得想瞧可怎么办呢 低头翻眼皮往上瞧 有点那杂鸡团那顶碗的音 往上瞧 偷眼光看 这女的偷眼光看 一看这王文 小伙子 漂亮 真好看 这个头 这个模样 嘿 真漂亮 飘飘万福 一下拜 来一堵安 赵东楼过来了 二位不要拘束 跟王文说 兄弟 这可不是外人 这叫嫂子 王文一愣了 啊 嫂子 难道您把家里边的我的嫂子见了吗 哎 不是 这个呀 是我在这包养的 接住了 那会儿就和师兄包养 不是现在的啊 现在文言文叫小三是吧 文言 我也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是个政治人啊 哈哈哈哈 这些人啊 咱这一表堂堂 我也不懂的那个什么离婚呢 小三咱们不懂了 问六哥 哎 对 这回来一会儿您问六哥 对 柳尔老师最清楚